Hello everybody, this is Alex, and welcome back to Grammar Terminator 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Alex小薰 欢迎各位同学回到我们语法终结者的第七讲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前六章 前六章呢,我们从八大基本概念 再到五大基本句型,并列句以及三大从句 都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讲解 Hello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从今天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去讲解长男句必杀句之一 我在之前的公开课其实已经给大家去讲过一遍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二六法则 也称为左二右六原则 那如果说之前你已经听过公开课的话 那同学们,我希望你还是要去踏踏实实再听一次 如果说哪个地方还是有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要再重新听一次 如果再有不懂呢,及时联系我或者是班人老师 那长男句必杀句这一章呢 总共会分为两个必杀句 我们在整个我的这个语法中学者的课堂当中呢 会有两个必杀句 第一就叫做二六法则或者叫做左二右利元则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悬挂结构 我们会在下节课的时候再次给大家进行一个系统的呈现 好吗 那二六法则呢 我们今天先重新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在公开课所讲过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去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练习 我会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些长男句我们去练习一下 就是当你掌握了二六法则这样的一个长男句结构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够快速的啊 去利用左二六原则 能够看得懂这些长男句 好吧 好了各位同学啊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显言少叙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啊 二六法则的学习 那我之前在公开课的时候跟大家去说过啊 就是你们阅读为什么看不懂呢 那很多同学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难题啊 一直都没有被解决 对不对 就是说啊 无论是在考试的时候啊 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碰到那些比较长比较难的句子啊 基本上我们都是开始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对不对 那阅读为什么看不懂啊 无论是你看英文报纸啊 还是说你考试的时候看了一个巨型篇幅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碰到长的句子 难的句子 基本上不知道哪个句子是修是哪个句子的 对不对 哪个成分是修是哪个成分的 那阅读看不懂的原因啊 基本上就有两个啊 我之前也跟大家去讲过了啊 第一就是你的单词量根本不过关啊 这个篇幅很长或者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你之所以看不懂 第一点就是因为你的单词量不过关 如果说你的单词量过关的话 其实啊 这个文章啊 不管有多长啊 其实你内心是有底的 对吧 那如果说啊 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我单词量还可以啊 比如说啊 我在出高中的时候啊 对于中考啊 或者高考的啊 那些文章啊 我觉得 呃 我感觉我词物量还可以 但是有的句子我还是看不懂 为什么 那是就是第二点原因了 就是你的语法结构 根本不清晰 对吧 那你因为结构不清晰 所以说你真的不知道啊 那些啊 哪个是猪语啊 哪个是微语啊 哪个是修士语啊 哪个是定语状语那这些都是修士哪个成分的 其实你是模棱两可的状态 所以说呢 你们在之前做阅读的时候啊 看 一提到阅读的时候 看阅读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都是一种四懂非懂的那种状态 对吧 所以说啊 如果说你在呃 做阅读的时候啊 或者说你在学习语法的时候 你的单词量过啊 你的语法结构啊 也特别特别精心啊 也都可以过的话 那么这两点你掌握了之后 基本上你阅读 根本不可能看不懂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阅读看不懂的本质 好了 那我在之前的公开课当中 也给大家去展示了一小段文章 对吧 我们重新把这一小段文章啊 再次看一下 因为有很多同学啊 呃公开课啊 可能没有赶上啊 但是呢 呃还是暴露 呃整个我们全能语语的课程 对不对 那那从 这个篇章这里开始啊 一定一定要仔细听了啊 好了 这个篇章啊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篇章啊 我基本上啊 就会拿这个这个篇章啊 给大家进行一个 呃所谓呃 例子式的啊 或者是那种标准式的一个讲解 好了 我快速的还是把这篇文章 给大家去朗读一遍啊 在我朗读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也可以啊 去根据这篇文章 在我朗读的过程当中啊 好好仔细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能看懂啊 如果之前是听过公开课的同学啊 你们也可以再次看一下啊 你是不是能够把之前 我所讲过的内容 完完全全的能够进行一个消化 之后 达成理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吗 The visit which was held as having opened a golden era in the key relationship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he impressive hospitality from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 huge deals that were reached and a detailed plan to forge future times they will glow over time 对吧 好吧 这篇文章啊 我当时问很多同学啊 基本上 95%以上的同学 那我说老师 我看不懂这篇文章 然后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看不懂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两点原因 对不对 单词量可能不过关 对不对 那 所以说呢 我之前啊 就给大家去 呃 根据我的经验 把你们可能不认识的短语啊 或者是一些单词啊 进行了一个讲解 对不对 to be held as 表示的就是一个动词的一个短语啊 表示的是被誉为的意思 被誉为的意思 to be held as 被誉为 好了 那 era是什么意思呢 era表示就是名词 表示时代 而后面的啊 impressive impressive 我肯定 我们肯定会在 万词王当中去刷过这个单词啊 他表示的就是印象深刻的啊 hospitaly hospitaly 我跟大家去讲过啊 就是 有可能你在 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根本看不懂这两个单词 但是 呃 我在万词王的课程当中 跟大家去讲过 对吧 词性是由哪个部分来决定的 当然是一个单词的后缀 对不对 当你看到了一个 IVE结尾的一个单词 当你看到了一个 ITY结尾的单词 你首先要知道啊 这个单词啊 大概率的情况之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词性 对吧 我之前在单词课 给大家去讲过 IVE啊 结尾的单词啊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 形容词 对不对 因为它是形容词后缀啊 那 ITY呢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什么 都是抽象名词后缀 所以说呢 有可能你在阅读过程当中 看不懂啊 不会这两个单词 但是呢 呃 要记得Alex小师说过啊 后缀只决定单词的词性 而不决定单词的意思 所以说啊 我们看后缀 就是为了要判断词性的 Alright 那impressive 你大胆的把它判定成什么 判定成形容词 因为后面是以 ITY结尾的一个抽象名词 对不对 好了 那impressive 印象深刻的 而hospitality 表示的就是 抽象名词的热情好课 好了 royal 我在万词王的课程当中 也给大家去讲过 肯定讲过啊 royal和loyal 对吧 表示的是 royal就是 呃 皇室的啊 而loyal表示的就是 忠诚的 对吧 为什么这两个单词 你看长得这么像啊 就是因为相关相仿嘛 对吧 那 把它写出来 loyal 啊 loyal 表示的就是啊 什么忠诚的啊 忠诚的跟皇室的啊 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是不是古代的大臣们啊 是不是都要忠于皇室啊 一个帝国的建立啊 之后呢 就是一个帝国已经完完全全的建立了啊 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啊 规范制度 法律等等等等都已经形成了 对吧 啊 我们的大臣啊 是不是要忠于皇室家族啊 对不对 那说一说啊 皇室啊 和这个忠诚的就有这样的一层逻辑关系 那如果说 在后面加上一个ity 是不是又构成了抽象名词 后续啊 那loyalty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名词的忠诚了 那忠诚抽象名词后续嘛 肯定看不见 抓不着 对不对 那 好了 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的词汇的内容啊 deals 你看到一个s结尾啊 有两种 两种可能 对不对 一个是第三人称单数 一个是名词辅数形式 那你看到的前面是huge 一个形容词表示巨大的 那这个肯定是名词辅数了 对不对 那后面的detailed 我在词汇课档当中也给大家去讲过啊 是不是异地结尾的都是形容词啊 对不对 异地结尾的也有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呢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动词的过去式或者过去分词 那过去分词有什么 是不是有形容词的含义啊 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词根除去法的时候啊 是不是给大家去讲过啊 forge 非常典型的啊 一个呃 动词啊 它是我们六级难度级别的一个单词 表示的是锻造 或者叫做仿制啊 锻造啊 或者叫做仿制的意思啊 什么叫做仿制啊 是不是模仿之道啊 对不对啊 仿制的意思 你看通过啊 它的你看你仿制这样的概念跟锻造什么关系啊 比如说哎 我有一个钥匙啊 我有钥匙啊 我跟你去你帮我去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啊 是不是我是不是要锻造出来 或者说像以前啊 以前古英文造词 造词者那个年代 他们是不是要打一把剑啊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好形状的剑 我说你帮我造出一个剑 是不是要打铁 要锻造一把宝剑啊 那锻造是不是仿造一个模子呀 去造出一把宝剑 所以说啊 forge表示的是动词 仿制或者锻造的意思 那你怎么来记住呢 非常典型的 拟生拟行法 对不对 forge 仿制 拟生法 对吧 好了 glow glow glow就是发光发热 对吧 我在万词王当中也会刷过这个单词 对不对 glow 这个单词啊 也可以用你生理心法 对不对 g就是什么 ground 地表 地面 地平面 对吧 地面啊 肯定是长长的一条线 对不对 l字母 长长一条线啊 欧字母 圆圆的东西 象征着什么 太阳啊 对吧 w w你看 是不是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 是不是啊 太阳从地平线上出来之后 就温暖了整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 glow 表示的是发光发热 是指太阳从地平面刚刚升起的时候 给整个世界带来光和热的这样的一个动词 alright 那所以说同学们啊 呃 这就是啊 我稍微给大家去多衍生一点啊 词汇的东西 好吧 那这些单词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啊 那这些单词全部告诉你之后你再试一下啊 在公开课的时候啊 很多同学还是说 老师我还是看不懂 对不对 那这篇文章啊 你为什么看不懂啊 单词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看不懂呢 那就是因为你的语法结构不清晰啊 因为大家会发现啊 整个这些非常短的一篇段落 但是去包含了很多的长的句子 难的句子 对不对 那这个句 这个文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啊 我在这里还是啊 呃 跟公开课的时候讲的一样啊 我说我在这里啊 先买一个伏笔 因为我必须要让你们明白一个结构之后 你们才能看得懂这篇文章 那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呢 那那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就叫左二优流原则二六法则 而在讲解二六法则之前啊 大家还要明白一个一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英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中英文最大的区别啊 就在于通过这两个句子啊 就在于什么 中文的核心词在后 而英文的核心词在前而已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之前啊 给大家去举过一个例子 对不对 就是有人啊 中国人想我借钱啊 说啊 你看我呀啊 这个工资又不高 对不对 还要买房子 还要照顾家人啊 我还要这个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举了一大堆的原因 一二三四五 最后说啊 Alex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他最核心想表达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啊 先说一大堆理由啊 或者不重要的东西 最后呢 再说一下啊 核心的东西 这是这其实跟我们的儒家文化有关啊 就是说我们总是啊 不太好意思啊 去开口求别人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我们要给自己无数个台阶之后啊 再说出我们真正的那种核心的想法 对吧 那英文不一样 对吧 我也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 那老外跟我借钱的怎么怎么借啊 Alex 你能借我点钱吗 因为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说啊 我们通过我们整个中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习惯啊 我们就能够知道啊 中文的核心词啊 基本上都是放在后面的 而英文的核心词基本上都是放在前面的 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 也可以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啊 比如说 我喜欢那个英语说的很流利的女孩啊 这个句子的主干是什么呢 这个句子主干 那就是我喜欢那个女孩 对不对 你会发现啊 这个句当中的核心名词是谁 我喜欢的是啊 当然是女孩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核心名词 对吧 但是啊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呢 我们中文习惯怎么样 把修饰的成分放到这个核心名词的前面 对不对啊 你看 英语说的很流利的啊 同学们 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定语重句啊 也叫做形容词性重句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英语说的很流利啊 这是不是一个句子呀 对吧 一个句子后面加了一个白勺的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形容词的功能啊 和作用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句子充当了形容词的功能和作用的 那这个句子叫啥呀 那很显然就叫做定语重句 所以说呢 在一个表示人的先行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句子 Who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英文怎么样 我们中文说 我喜欢那个女孩 我喜欢那个英语说的很流利的女孩 但是英文会说 I like that girl 我先喜欢那个女孩 先喜欢怎么样的女孩 我们后面说 所以说啊 你会发现 他把修饰的成分 都放到了整个核心名词的后面 对不对 那第二个句子不也是一样吗 这就是我上周买的那本书 这就是书 对不对 这就是那本书 这就是那本书 哪本书 I bought last week 对不对 我上周买的 你看我上周买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主语加上什么 卫语 对不对 主卫语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简单句 对吧 所以说啊 我上周买 是不是一个句子 加上一个白晓得之后 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形词性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啊 那么这个句子也是什么 也是定语从句 而定语从句 修饰的成分 习惯放到核心名词 书的后面 但是中文不一样 中文是把这些修饰的成分 放到核心名词书的前面啊 所以说同学们 通过这两个句子啊 包括我之前给大家举的啊 借钱的这样的例子 我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中英文在表达上最大的区别 那就是英文的核心词在前捞干的 而中文的核心词在后啊 磨磨叽叽说一大堆啊 然后再说核心主干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中英文最大的区别 在表达上啊 这个或者是在语法结构上 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好了 那当我们了解了中英文最大的区别之后啊 那我要给大家去呃 讲一个结构啊 在整个我们英文的这个语句当中啊 在整个英文的语法结构当中啊 有一个结构非常非常重要啊 就是二流法则啊 这个结构呢 那二流法则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导致了什么啊 它导致了整个啊 我们常栏句的85%以上的常栏句啊 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啊 就是你在整个啊 比较长比较难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当中啊 你看到85%的句子啊 只要它是比较长比较难的啊 基本上都符合我们今天讲的二流法则 这个二流法则到底是怎么个二啊 怎么个六法呢 同学们啊 它主要记住啊 它是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的啊 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 就是说啊 一个句子它之数也那么长啊 哪一部分比较长啊 它是围绕着什么慢慢变长的呢 都是围绕着核心名词来进行展开的啊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 核心名词它是最最中心的啊 最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在核心名词的左边可以跟两个成分啊 第一个成分就叫做限定词啊 而第二个成分就叫做形容词 形容词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对吧 起到了修饰名词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词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形容词了对吧 那什么叫做限定词呢 顾名词肯定起到了一个限定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词 才叫做限定词对不对 也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对吧 好了同学们 我待会为大家讲到啊 什么叫做限定词啊 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 不需要去背 但是一定要去理解 好吗 这是核心名词左侧啊 可以跟两个成分 所以说叫什么 叫做左二 对吧 这就是左二 那 为什么叫二六法则呢 或者叫做左二右六原则呢 右六的成分啊 右边可以跟六个成分啊 好了 这六个成分 我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了啊 第一叫做不定试 对不对啊 什么叫不定试 不定试就是to do to do就是不定试啊 好了 那什么第二叫分词啊 什么叫分词呢 分词会分为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 对不对 呃所以说啊 第一叫不定试短语 第二叫分词短语 第三啊 可以接的成分是什么 叫做借词短语 第四叫做定语重句 第五叫做形容词性短语 第六叫同位语重句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像 这个被武功心法要诀一样啊 怎么样 怎么记住这六个成分啊 直接记记头一个字就可以了 对吧 叫做不分界定形同 对吧 不分界定形同啊 不分界定形同 对不对 所以说在你的脑海当中啊 现在一定要知道啊 对于啊 英文语句当中啊 语法当中的这些长篮句 85%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这个结构啊 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 左边会可以跟两个成分 限定词和形容词 而右六啊 这就叫做右六啊 右边核心名词的右侧 可以跟六个成分 不定式分词短语啊 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啊 不分界啊 界词短语啊 定定语重句啊 行形形形短语 同叫做同位语重句啊 知道吗 那如果说一个句子满足了啊 这样的一个左而右六原则结构的话啊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核心名词左边啊 可能会跟一个限定词 可能跟一个形容词 也可能啊 只跟一个对吧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右边呢又跟了这么多啊 满足啊 我们右六成分其中之一的话 那这个句子结构 是不是就是左而右六结构了 对吧 那这种左而右六原则结构 或者是二流法则结构 到底怎么样去翻译呢 有很多东西啊 句子长不是不会翻译吗 没关系啊 我之前也给大家去说过了 对不对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 你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先翻译限定词 然后呢 第一步啊 第二步干嘛 第二步要翻译完 右六的成分之后啊 把右六的这个成分翻译完之后 加个什么 是不是要加一个白烧得啊 加完了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要放回我到我们的形容词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核心名词的前面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翻译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你一定要知道啊 形容词是修饰核心名词的 而右六的成分也是修饰核心名词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文的翻译 我们要把这两个部分要干嘛 是不是要放到形容核心名词之前呢 对不对 那限定词不也是修饰核心名词的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要先翻译限定词 之后啊 跳转到我们的右六的成分之后 然后再跳回去 听懂了吧 好了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大家就应该非常非常清晰了啊 什么是限定词啊 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不用背啊 根本不需要背 限定词就是指在名词字数当中 对中心名词起到的特质 类指以及确定数量 或者非确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个词表 那什么叫做限定词呢 我之前啊 在公开课的时候 给大家去说过 贯词 对吧 这个还是那个啊 不是不是这个啊 是这个 不是那个 是这个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 特质 泛质特质 类指或者泛质 对不对 类指或者特质 那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我的你的 他的 他们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这是我的不是你的 这是特质 这是我的 是不是 那表示数量和非确定数量的 什么 一些呀 许多呀 或者一些呀 对不对 包括一个两个 量词或者什么 你再加一个 叫数词 数词就是什么 One Two Three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数词 量词 雄词 雄词 雄语 读读词 还有贯词 都叫做限定词 起到了特质 类指 确定数量 或者是非确定数量作用的这一系列词表 就叫做限定词 好了 那解决完了 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对吧 好了 我们快速还是过一遍啊 第一个句子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单句 对吧 The beautiful girl is Angela baby The beautiful girl is Angela baby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什么结构的简单句啊 非常简单叫什么 主 细 表 对吧 主语是什么 核心名词 Girl 位语 细动词 Angela baby 是什么 是一个表语成分 那前面这是什么 那beautiful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定语 对不对 这很明显 这是一个形容速度定语 对不对 那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句子主干是什么 是不是the girl is Angela baby 对吧 最简单的那个简单句 就是那个女孩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好了 那第二个句子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瞬间变得很长 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长男句 对不对 那大家看一下 The beautiful girl to get married next month is Angela baby 那这个句子当中 核心名词变了吗 没有变 还是girl 对不对 大家要记住啊 我们刚刚讲过的左二优移原则结构 都是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的 而核心名词左侧可以跟两个成分 对吧 那你看一下 The是不是叫做限定词 对吧 Beautiful是不是形容词 左二满足了吧 16是啥 16如果要再满足 不分界定形同 不定式短语 分词短语 无论是过去分词短语 还是现在分词短语 都可以 对吧 不分界 界 界词短语 定定语从句 形容词短语 还有同位语从句 这些只要是它是做到了核心 放到了核心名词的后面 那就符合我们右六的成分吧 对吧 那你看一下 To get married next month 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什么 To do不定式构成的短语叫什么 不定式短语 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左二优移原则结构 那我们怎么翻译 是不是叫先翻译 限定词 那个漂亮的女生 那个怎么样漂亮的女生 那个翻译完了限定词之后 要跳转到U6的成分当中来 这是第二步 对吧 翻译完之后要干嘛 加一个白朝的 以此类推 是不是 然后呢要放回到我们的形容词或者核心名词前面 对吧 所以说我们翻译的是 那个下个月就要结婚的漂亮女生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那第三个句子呢核心名词和左二的成分都没有变 限定词和形容词都没有变 而U6的成分变成什么了 大家看一下 The beautiful girl wearing sunglasses is Angela baby 对不对 那wearing wearing这叫什么 这叫做现在分词短语 对不对 现在分词短语有什么 由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那就是说 那个 先翻译限定词 再翻译U6的成分 那个正在戴着太阳眼镜的漂亮女生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非常非常简单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句子就叫做The beautiful girl The beautiful girl hug by HXM is Angela baby 那核心名词仍然没有变 左二的成分也没有变 那U6的成分又变成什么了 又变成了Hund 异地结尾的 非常明显的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过去分词短语 这叫什么 做后置定义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翻译 那整个这个结构 你看核心名词 左侧左二 左侧右六 是不是又满足左二六原罪的结构了 对不对 所以说 翻译的时候 要先翻译限定词 那个被黄晓明 因为过去分词有被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吧 被黄晓明抱着 别忘了 加白晓得 那个被黄晓明抱着的漂亮女生 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那下面一个句子 The beautiful girl in blue jeans is Angela baby 我们看一下 符不符合左二六原则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对不对 核心名词没有变 在核心名词的左侧 有限定词 有形容词 在核心名词的右侧 你看 in blue jeans 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借词短语 因为in是借词 对不对 借词构成的短语 那肯定是借词短语 那不分 刚刚不定式说完了 分两个分词短语也说完了 不分借 是不是借词短语 对吧 又符合了左二原则结构 所以说这里是借词短语 做后置定语了 又是起到了修饰的作用 对不对 那个 不要不要把它翻译成 在蓝色牛仔裤里面的 不要翻译成 在蓝色牛仔裤里面的 漂亮女生是Angela baby 这就错了 叫做那个 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漂亮女生 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那下面 The beautiful girl who's the leading actress in running man isAngela baby 我们学过了定语重句之后 这个非常非常好判断 对不对 核心名词没有变 左二的成分也没有变 而右六的成分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一个定语重句 不分界定 定语重句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 是不是又符合左二的原则 只要是符合左二的原则 那我们是不是知道怎么翻译它 那个 在跑男当中 干嘛呢 是女主角或者担任女主角的漂亮女生 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你终于知道 原来哪一部分是修饰哪一部分的 原来 左二的成分和右六的成分 不都是起到了修饰限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它是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的 对不对 很清晰 那下面一个句子 The beautiful girl slim enough is Angela baby 对不对 核心名词没有变 而左二的成分也没有变 Slim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苗条的 Enough 是不是表示足够的 足够苗条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构成的是什么 因为Slim是形容词 形容词构成端语叫做形容词型端语 对不对 所以说又符合左二的原则 所以说我们要翻译成那个足够苗条的漂亮女生 是Angela baby 好了 最后一个句子 可能很多同学如果基础之前相当薄弱一点的话 可能并没有办法一下子能看得懂 对吧 但是我们说过了左二的原则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我要的核心名词 the question 名词 对不对 看到名词一定要引起警觉 看到一个长的句子当中 或者一个难的句子当中 有了一个名词的存在 一定要引起警觉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左边 是不是跟了限定词 或者是形容词 或者是其中之一 或者两个都有 或者是哪个都没有 但是呢 右边又跟了什么 不分界定形同 其中之一 那就符合了我们的左二 右六原则结构 对吧 我们去面 the question 回信名词 前面有一个限定词 对吧 好吧 只有一个限定词 没有形容词吧 对吧 那右边是什么 whether the beautiful girl is Angela baby 那 这还显然还是个句子吧 对吧 whether the beautiful girl is Angela baby 就是 是否那个漂亮女生是 Angela baby 而是说那个漂亮女生 到底是不是 Angela baby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句子吧 好吧 同学们 那如果说现在我把这个句子拿掉呢 你会发现这个句子是不是很成立啊 the question has an answer 对吧 问题 疑问 有了一个答案 成立吧 主为兵结构 对吧 好了 那同学们 如果说 我现在啊 把这个句子保留 把the question拿掉 就是啊 疑问 有了一个答案 到底那个漂亮女生是不是Angela baby 有了一个答案 你会发现啊 这两个部分 说的不就是一回事吗 对不对 我们只不过是用了一个句子 来干嘛 来起到了 说明 解释 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就是说啊 什么样的那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那个 到底那个漂亮女生是不是Angela baby的一问 是不是有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 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我们用一个啊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们用了一个 whether the beautiful girl is Angela baby 这样的一个句子 说的不就是那个问题吗 对吧 那个问题不就是那个漂亮女生是不是Angela baby 对不对 那这两个句子 如果划掉任何一个句子仍然成立 对不对 而且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发现 这两个部分 无论是这个句子还是这个the question 是不是都是啊 做了整个这个句子的一个主语的部分吧 对吧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句子还是the question 都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跟这个句子当中的question这个主语 放到了同样的位置上 对吧 那如果说一个句子啊 被放到了一个句当中的同样的位置之上啊 那它是不是叫做同位语啊 那同位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没听到的啊 同学们一定要做好一个笔记啊 同位语啊 同位语的概念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就是放到了同样的位置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对不对 那那那这是个句子啊 充当了同位语 对不对 那叫什么 同位语从句 对吧 它就叫做同位语从句 非常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那所以说同学们啊 整个这些句子啊 我们讲过了什么呀 那核心名词的右侧跟他什么 不分界定形同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跟六个成分啊 都是起到了什么 修饰的作用 修饰什么 修饰的是核心名词 是不是 好了 那同学们 如果说现在我把所有的啊 蓝色字体的部分 和紫色字体的部分 有个同学说 老师我色盲啊 那我就没招了啊 蓝色字体的啊 其实就是beautiful啊 把beautiful全部拿掉啊 把紫色字体的部分啊 全部拿掉啊 右六的成分全部拿掉啊 就把左二当中的形容词拿掉啊 把右六部分当中的 呃每一部分全部拿掉啊 你会发现这个句子啊 主干是不是立马就出来了 对吧啊 整个这些句子啊 从第一个句子到 到处第二个句子 说的这个句子 主干是什么 不就是the girl is Angela baby吗 是不是啊 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简单句 那所以说同学们啊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句子啊 会比较长啊 会比较难一点啊 呃原因是什么啊 原因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要这个核心名词左侧和右侧有大量的修饰的成分啊 那我们把整个句当中的 如果说一个句子比较长啊 它又符合左二右六原则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把核心名词左 呃左二当中的形容词的部分啊 还有什么 还有右六当中的 呃右六的部分全部拿掉 拿掉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句子主干不受影响吧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迅速的把整个这个英文长南句啊 的句子主干也就是说中心思想给他提出来 那如果说一个呃长句当中 你迅速能够提出了一个中心思想的部分 那这个句子你是不是大概大体上会对它的本质进行一个捕捉吧 对吧 那所以说同学们啊 我给大家去讲完了这样的一个左二六原则结构啊 你回头啊 你理解了之后你回头再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其实啊这么长的一段话说的是啥呀 的visit啊我们一同分析一下啊 你看thevisit啊 visit是不是一个名词 因为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定官词叫限定词 那看到了名词要引起警觉啊 左边是不是符合了左二 对吧 那同学们啊 左二心中之一已经有了啊 那后面啊 一直到哪里啊 一直到relationship啊 那这里一个逗号加了一个which 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啊 这是不是定语从句啊 对吧 所以说啊 核心名词左侧 有限定词 核心名词右侧跟了右六的定语从句啊 不分界定 对不对啊 所以说同学们 这是不是符合左二约原则啊 那这么长的一个句子符合左二约原则的啊 怎么样 先拿掉啊 我不用管它啊 因为把它拿掉之后 不影响句子主干 对吧 那你们继续往下看 will be remembered 将会被冥记 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啊 一个被动语态啊 我们在呃实态和语态当中会给大家讲到啊 for 这里是什么 表示原因啊 因为啊 因为什么呀 the impressive hospitality 你看到了hospitality啊 ity结尾的名词 名词左边啊 限定词跟形容词啊 那impressive 形容词对吧 先拿掉啊 因为拿掉之后不影响句子主干啊 from 这是不是一个什么啊 借词借词借词后面跟随的短语叫借词短语叫不分借啊 借词短语啊 也要把它给拿掉 对不对 拿掉又六的成分也不影响句子主干啊 下面the huge deals deals核心名词左侧限定词和形容词都满足对吧 形容词拿掉 右侧什么 that were reached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什么 定语从句啊 又符合了什么 又六的成分也拿掉啊 and a detailed plan plan是什么 名词计划你都认识 对不对 那前面啊 你看啊 是不是限定词 detailed 是不是又是一个形容词啊 表示详细的或详尽的 对不对啊 你看拿掉 后面什么 后面就是一个to do不定试啊 这么长其实都是to do不定试 对吧 可以给他拿掉啊 你细分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细分啊 因为这里有一个future ties 因为这里有个future ties 这叫做核心名词词组 对不对 核心名词词组 后面跟着你什么 that will glow over time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定语从句啊 又是一个定语从句 所以说啊 就是在to do不定试短语当中 又包含了一个 左而右右轮则结构 对吧 好同学们 但不管怎么样啊 to do不定试这一大堆 你是不是先给他拿掉啊 先给拿掉 所以说同学们 拿掉之后啊 这个这这段啊 你之前觉得非常非常难的 建立这样的一段篇章啊 我们分析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句子这么这么长啊 说的啥呀 说的无外乎啊 就是红色字体啊 给你们展示出来的啊 这么长的一段话 其实就是在说 The visit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he hospitality, the deals and the plan 同学们 这个句子啊 如果说啊 我们这个把它用这样一句话啊 这么长的一段话 我们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 你一定能看得懂吧 对吧 就是啊 那个访问将会由于热情浩客一个交易 还有一个计划被铭记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能够迅速的啊 通过左二一路原则结构啊 去迅速的把整个这么长的一段话 进行阻止内容的或者是中心思想的捕捉 对吧 就是有一次访问 那个访问干嘛 那个访问被记住了 被什么 因为什么被记住啊 因为热情浩客啊 因为那个交易啊 因为一个计划啊 被记住了 就是这么点事 那 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我们返回去啊 把它了解 我们带回去之后啊 带到整个段落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细节的东西啊 怎么翻译啊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啊 到底怎么样去翻译了 对不对 那这么长一段话 我们怎么翻译啊 只要是符合左二路原则结构的 我们一定知道怎么翻译 对不对 那 the visit 那个访问 那个什么样的访问 先翻译限定词 对吧 后面啊 跟着这个 非限定 非限定性定义重句啊 翻译完之后加个白炒的啊 把右六的成分翻译完之后 怎么样 放回到核心名词前 因为右六的成分都是起到了修饰的作用 对不对 也就是说那个访问 那个什么样的访问 which was held as 叫做什么啊 被誉为 对不对 那 having opened 这是什么 现在完成时 表示已经完成的动作 对不对 a golden era 一个黄金时代啊 在什么当中的黄金时代 in the key relationship key啊 作为名词表钥匙 作为形容词表示的是关键的 重要的 对吧 那 所以说同学们 那次访问 那次啊 被誉为啊 在重要的关系当中 已经打开了一个黄金时代的访问 will be remembered 将会被铭记啊 因为什么被铭记 for the impressive hospitality from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对吧 将会由于啊 由于那个啊 先翻译限定词 对不对啊 再翻译又六的 这次短语 对吧 来自英国皇室家族的 印象深刻的热情好客 还有什么 还因为the huge deals 那个巨大的交易 那个什么样的巨大的交易啊 那个 that were reached 已经被达成的巨大交易 and 还有什么 还因为什么被铭记啊 and a detailed plan 还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被铭记 什么样的详细计划 to forge future ties 将会啊 就是啊 那次啊 被誉为在重要的关系当中 已经打开了一个黄金时代的访问 将会由于啊 来自英国皇室家族的那个 印象深刻的热情好客 还有啊 双方达成的那个巨大交易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锻造了未来纽带的详细计划 被铭记了 就是这么简单啊 好了 那这个未来纽带是干嘛的呢 那未来纽带怎么样 就双方这个纽带啊 啊 双方关系比较好 对吧 怎么样 there will glow over time over time表示的是随着时间啊 随着时间啊 发光发热啊 啊这个未来的纽带啊 就是在两国之间啊怎么样啊 发光发热啊 其实就是这个纽带啊 那双方啊 这样这样的一个关系 将会随着时间时间时光啊 意义生辉了 好 这就是啊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这样的一小段文章啊 现在我们翻译回去 是不是觉得它特别特别简单 对不对 好了 那同学们 我们讲完了这样的一个左二六原则啊 我们来做一些啊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实战的练习 好吧 那这是2017年6月份的啊 我们在整个啊 思路集当中的一个长篮剧啊 真题啊 真题啊 好了 大家看一下啊 The attempt to make up lost ground is welcome But the nation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steady predictable increases in science founding at the rate of long-term GDP growth which is on the order of inflation plus 3% per year 这个句子是不是大家一看太难了 没关系啊 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 好了 同学们啊 还是啊 老生常谈一个问题啊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看到一个长篮剧啊 怎么样能看到阅读 两点原因 对吧 一就是你的词汇量 第二就是什么 第二就是你的语法结构啊 好同学们啊 今天啊 我们不会涉及到太多的词汇的内容啊 因为现在是语法终结者的课程啊 如果说你想丰富词汇啊 一定要去回到我的万词王的课程当中啊 去利用我们的四大科学高效的方法来帮助你迅速的扩大词汇量啊 好同学们啊 这个句子啊 刚开始分为几段对不对啊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把它分析啊 好了 The attempt 同学们 你看到了attempt 一定要知道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什么啊 即使动词又是名词 但是前面有了的啊 你一定要知道这肯定后面是一个名词的词性啊 如果这个你要判断不出来的话 那就那就开始那就很吃力了啊 好同学们attempt表示的是尝试啊 t-e-m-p-t就是一个词根啊 表示本身就是尝试的意思啊 所以说tempt本身还是一个单词表示隐忧 Alright 那所以说同学们at这里表示的是to 对吧 去尝试啊 去尝试那不还是名词的尝试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啊 那个尝试啊 这是不是核心名词左边啊 有了一个什么呀 限定词啊 而右侧to make up lost ground 这叫啥啊 这叫做不定时短语 对不对啊 所以说你就明白了啊 原来啊 刚开始啊 这一小段啊 不就是一个左二右六原则结构吗 啊 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是不是把to make up lost ground 你说老师我不知道last ground是什么意思啊 make up这个短语我也不清楚啊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你至少知道啊 如果说啊 the attempt is welcome 你是不是能知道啊 尝试啊 不是很受欢迎的吗 对不对啊 这个尝试不就是可喜的吗 对不对啊 你肯定能够明白 对吧 你不用在那细口 我说make up lost ground 到底啥意思 我不懂啊 这个句子咱们会 attempt 怎么 你再把它当成动词啊 怎么这么多动词啊 就懵了啊 你就会是懵圈了 知道吗 那 现在学会了左二六原则结构啊 这个句子非常非常容易了 对吧 尝试啊 是可喜的啊 你先分析到这里啊 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核心名词左边限定词 然后再加上不定式短语啊 所以说我们能知道前面这小段句子啊 那就是符合左二六原则结构的啊 它的主干就是the attempt is welcome 尝试是受欢迎的 尝试是受可喜的 对吧 好 同学们呢 那make up到底是啥意思啊 make up 有几层意思 我们在口语课当中还会给大家讲到啊 第一层意思表示就弥补啊 比如说you have to make up the time you wasted yesterday 就是你得把昨天浪费的时间给补回来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买了课 不听课啊 是不是啊 未知是付了费之后啊 就真的代表自己学过了啊 但是其实啊 你真的没有好好学 对不对啊 一定要跟上啊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吗 make up 除了弥补之外 还有比如说啊 这个构成啊 比如说those qualities make up his character 这一些所谓的品质啊 构成了他的性格啊 捏造啊 比如说make up make up a story make up an excuse make up an excuse 对吧 编造了一个借口 编造了一个故事啊 编理由啊 等等等等啊 都是make up 那make up 当然还有啊 放在一起啊 比如说mom made up a basket of food for the picnic 妈妈啊 把整个的啊 这个啊 妈妈喂了这个野餐啊 装了一篮子食物啊 就是妈妈怎么样 把这个所有的食物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为了什么 为了那个野锤 对不对 好了 铺床 make the bed make up the bed 都可以啊 作为铺床 整理床铺 这个我们还会在这个 呃 口语课当中去给大家讲啊 铺床就是make the bed alright 那不能说make a bed 如果你就说make a bed的话 那这就叫什么 这叫造一张床 我们会在口语课当中 会大家去讲到make和do 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还有表示补足补齐啊 比如说I still need one thousand dollars to make up the sum required 还需要一千美元 才能补齐所需的 这样的一个数目 其实make up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 还是我会在口语课当中 会给大家讲到的 表示的就是化妆啊 alright 比如说啊 每天啊 I have to put on some makeup before I leave the door 我每天去出门之前啊 必须要化一点妆 对吧 那 好了 同学们啊 回到这个结构当中来啊 第一个句子我们解决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啊 but 是不是叫什么 并列连词 转折的并列连词 对不对啊 好同学们 后面 The nation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steady predictable increases in science founding at the rate of long-term GDP growth 同学们啊 你看到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对吧 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你看到了一个 be 加上过去分词 再加上by 你想到什么了 那很显然是什么 这叫做啊 被动语态 对不对 被动语态 那被动语态 那很显然是一个什么 很显然是一个主卫兵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主语在哪里呢 是不是nation nation 这里构成的是一个主语 对不对 那would be served by 那better是啥呀 更好的服务 serve 是不是动词呀 那修饰动词的是啥呀 副词 那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副词是啥 是不是修饰动词 修饰形容词 修饰副词 在一个句当中 可有可无的这样的成分 对吧 所以说啊 父子做状语先 可以不用考虑 知道吧 那好了 那后面的啊 主语有了啊 未语也有了 对吧 主语有了啊 未语也有了 那b语的成分呢 b语的成分 你肯定找什么呀 被写写写写 怎么怎么样 那你肯定找一个什么 核心名词 increases 你看到了 一个increase 后面加上一个s 很显然这是什么 名词复述的形式 那表示什么 增长 这叫什么 叫做名词 宾语的成分 对不对 好同学们 那宾语成分 前面这是啥呀 你看到了able结尾 一y字们结尾的 这叫啥 是不是都叫做 形容词呀 对不对 经常都是形容词吧 所以说啊 你看形容词有了 核心名词有了 核心名词 形容词有了 那如果说右侧啊 再跟上 不分界定形同 其中之一 那是不是符合 左二约的结构了 对吧 你看一下 in science founding 等等等等 一直到这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做 借词端语 对吧 借词端语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先把它给拿掉 对不对 你先把它拿掉 来 我们分析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句子其实说了这么长 无外乎就是被动语态的一个主要笔结构吧 对吧 就是国家将会被服务 被谁服务 被这个增长服务 就这么简单 至于国家到底被怎么样的增长服务呢 更好的服务好 对吧 那我们过去 我们一会再看 对吧 但是我们分析到现在 我们知道了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我们知道后面 并列连词跟上了一个句子 你看两个句子 用并列连词来连接 对不对 那并列 这个后面的这个 就是一个 后面这个句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 主为兵的这样的一个 被动语态的句式 对不对 就是被动语态的一个主为兵结构 就是 The nation would be served by increases 就是国家将会被增长服务 被什么样的增长 怎么样的服务 是被什么什么的增长 更好的服务 是不是 更好地服务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增长 来 我们回到 前面两个 Steady and Predictable 都是形容词 Steady叫什么 稳定的 对吧 稳定的 Steady 我之前给大家去讲 发音课的时候给大家去讲过 Maintain a steady air stream 叫什么 保证一个稳定的气流 那我们经常会说 稳定的增长 稳定的增长 对吧 Steady 稳定的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啥意思啊 看到了ABLE结尾 能什么什么的 可以什么什么的 对吧 那Predict 早就我就讲过了 PRE表示什么 PRE表示的是提前 DICT表示次根说 提前说出来 这叫什么 预测或者预言 加上ABLE 可以预测的 所以说 国家将会更好的被服务 被这个增长服务 被什么样的增长服务 被一个稳定的 而且可以预测的 这样的一个增长 服务好 对吧 那这个增长 你看 右侧还会有一个 右侧还会有一个 这次端语 对吧 In Science Funding In Science Funding 表示什么 在科学 科研 经费 对吧 Funding 表示的是什么 经费嘛 对吧 投资 所以说 在什么当中 在科学经费上 怎么样 稳定的 可以预测的增长 是不是这样翻译 对吧 是不是你要翻译完 这个加上白潮的 再返回来 是不是 符合主而言 主而言 又六原则结构 这样的一个翻译 顺序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 尝试啊 是干嘛的 是受欢迎的 什么的尝试啊 就是那次 那个 弥补啊 make up 表示弥补 lost ground 表示弥补了什么 空白区域啊 或者叫 这个 其实啊 lost ground 字面意思是什么 lost 丢失的 ground 地方 土地啊 失去的领地啊 对不对 能够弥补失去的领地 我们把它译一下 就是能够弥补一个 空白区域的啊 或者空白领域的啊 尝试啊 是 就是 呃 受欢迎的啊 就如果说啊 你想尝试一下啊 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空白领域的啊 这个尝试当然是非常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啊 就这个事情啊 是值得让人高兴的 可喜的啊 但是呢 那一个这个国家呀啊将会啊被更好的服务啊将会被一个可以被可以呃被稳定的可以预测的啊在整个的啊这个科研上面啊经费上面的稳定的啊还有这个可以预测的增长更好的服务这个国家 那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啊呃去尝试这个空白领域呃这个空白对于空白领域的尝试啊啊这是呃这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对吧啊但是呢啊如果想更好的服务国家怎么样啊就是在整个的科研的经费上面啊这个比较稳定的可以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是可以更好的服务国家的那这个啊呃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啊你看at the rate of long-term gdp growth啊at the rate of啊这是一个短语可能你们不清楚啊at the rate of at the rate ofat the rate ofat the rate of uhat the rate of long-term gdp growth啊表示的是吧啊以什么什么样的速度啊同学们您看到了以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字呀啊以什么什么的方式以什么什么的这叫什么是不是方式壮语啊 对吧所以说你看到壮语之后啊你可以先把它拿掉根本不影响句子主感对不对啊所以同学们啊这个句子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啊啊就是啊去弥补啊空白领域的这种尝试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呢啊如果想更好的服务国家啊我们在整个科研上面的这些啊这个稳定的啊可以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是可以更好的这个服务这个国家的对吧啊那这个增长在科研经费上啊 啊这个增长啊是以什么样的速率啊啊这个速率是什么 Long-term GDP growth啊就是以同样的这样以一个长期的GDP的增长相同的速率啊来去怎么样去保证这样的一个增长 对不对那which is同学们你看到了逗号加上什么后面这一大堆啊这叫什么非限定的定义同学啊这个非限定的定义同学啊这个非限定的定义同学说啥啊前面的这个名词啊growth是不是又是组26元的结构啊对吧那修饰的就是你看long-term 这是不是一个复合adgadjective啊长期的写用词GDP growth啊可以当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核心名词词组来对待啊后面又跟了一个非限定性定义同学吧对吧非限定性定义同学那又符合了左二续原则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分析出来什么 那就是呃到这里啊我们给大家去讲了一下这个 at the rate of 的意思就是以什么什么的速率或比率啊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和比率啊比如说the factory produced cars at the rate of 啊100 per week啊工厂以每周100辆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生产汽车啊就是以什么什么的速率或比率啊所以说后面啊我们把后面的这个witch引导的这样的一个非限定性定义同学给大家展示了之后啊是不是符合左二续原则结构啊对不对那那就是什么啊那就是啊这个GDP的增长啊是可什么和整个这个呃 科研的经费啊的增长是相同的吧对吧那这个相同的啊which is啊on the order of inflation plus 3% per year啊而这个GDP的增长啊这样的一个同样速度增长的GDP啊它是什么on the order of 啊on the order of表示的是大约啊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大约相当于相当于什么inflation表示的是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上再加什么plus 3% per year 每年的通货膨胀再加3%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再捋顺一下啊是什么就是去弥补啊就是去呃呃 弥补这个空白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啊是受欢迎的啊但是呢啊这个国家将会被更好的啊服务啊 由于啊这个国家呀将会被啊呃在科研上面的金呃在被这个呃科研上面的比较稳定的和可以预测的这样的一个经费经费啊更好的服务 而这样的一个经费啊它是跟呃长期的GDP的增长是相同速率来增长的而这个GDP的增长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每年通货膨胀再加3%啊就是这么简单啊 啊这里这个on the order of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表示相似于大约啊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arket is on the order of traditional market 互联网市场啊的影响与传统市场啊比较相似就是他们 雷同啊 所以说啊就是尝试填补啊这个研究领域的这样那个空白是可惜的啊但是想要更好的服务国家呢就应该使啊长期的科学经费稳定的增长啊增长速率呢要以长期的国内生产组织也就是GDP对吧 速率同步啊这相当于啊每年的通货膨胀啊再加上3%啊这是我通过一个啊比较呃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啊这样的一个语句啊就具体这个句子啊到底你怎么样去翻译才能让自己的 理解啊这是语文老师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的工作啊到这里结束啊就是我能够让你去怎么样去分析啊这个长难句啊我能让你明白哪一部分到底是修饰哪一部分呢所以说同学们你如果说这个句子比较长啊你怎么样去了解迅速掌握这个句子到底在说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迅速去快速的捕捉中心思想啊就是那个尝试啊某一项尝试啊他是受欢迎的啊然后呢国家啊会被这个增长啊更好的去服务啊而这个增长是什么呢这个增长你会发现啊一直分析到这里啊这个增长是什么啊不就是相当于啊如果说啊同学们 我说了啊就到这里啊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右六的成分啊还有这个左二的成分拿掉啊啊也就是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场有某一种尝试他是受欢迎的 然后呢呃这个国家啊主义品结构对吧啊这个国家将会更好的被这个增长服务而这个增长是什么 啊which is the on the order of inflation plus 3% per year啊这个增长就相当于这个相当于就是什么这个增长不就相当于啊这个每年的通货膨胀在额外加3%吗 alright那这就是你你现在不用管了说我不认识steady了说不认识predictable啊我也不知道makeup lost ground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可能连啊这个served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都没有关系啊你能够迅速的知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尝试是可惜的啊一个尝试是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啊是好的啊然后呢呃国家将会被这个increase啊更好的去服务而这个increase这个增长就是什么就相当于通货膨胀额外再加3%每年就是这么简单知道吗那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在做这个详细阅读啊或者说这个啊这个快速阅读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读任何一篇文章的时候只要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啊这种大量存在啊同学们啊这样的一个组二语言的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句式啊大量存在啊比如说再来一个many regulations that don't assume people make rational choic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control alcohol a substance like food of which in moderate consumption leads to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啊这是不是也诈一看是不是非常难的一个句子啊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看一下啊2015年6月份的啊这样四六集的一个整体啊 啊来我们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判断出regulations啊ion结尾的单词那肯定是什么名词啊对不对啊那前面是什么来你们告诉我前面肯定是many啊这叫什么呀很多这叫什么这是不是一个数字吧啊表示什么量词啊表示的是限定词 对不对啊限定词啊后面啊核心名词左侧满满这个满足了左二的成分对不对啊那that that don't assume people make rational choices 同学们这叫什么很明显这叫什么定语从句嘛对不对啊你先给他拿掉你都不用管他先啊然后怎么样位语动词来了吧啊也就是说这里是什么主语这里是位语啊successfully看到ly结尾的这啥啊副词拿掉不用管他对吧applied 对不对啊必动词加下过去分词位语成分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这两部分加下来位语啊to control alcohol啊同学呗啊就是被应用于去干啥啊对不对啊被应用于去干啥这是不定式宾语啊对吧你看主位那后面to do不定式做的什么宾语呗不定式宾语呗对不对所以说同学呗啊那这个句子你能看明白了吧 能不能看明白了啊主语位语编语我们都找好了啊把它一提取啊就完事了啊就这么长的一句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啊比如说mini regulation that don't assume people make rational choices啊就是你看这一部分是左二六元的结构对吧啊你可以如果你能翻译就能翻译啊把它翻译成啊比如说assume表示的是假设对吧那些没有假定人们可以做出啊这个理性选择rational表示的是理性的啊理性选择的很多的规章制度 对不对那就可以这样翻译啊就是很多未假定人们可以做出啊合理选择的regulations啊规章制度啊如果你翻译不出来都都没有关系反正你就知道regulation规章制度名词啊 那怎么样regulations have been applied to control alcohol啊反正就是那些规章制度或者那些条例啊干嘛啊被应用于酒精管控了反正就是有些制度啊干啥去了被应用于管理酒精制度去了对吧啊就管理这个酒精管控当中去了对不对被应用于到酒精管控当中去了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段落的一个中心思想的捕捉 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我给大家分析完了啊我给大家分析完了啊我给大家分析完了这就是整个的呃这么长的长难句的一个取自主干 alright那就是很多未假定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啊这种规章条例啊已经成功的被应用于酒精管控上面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啊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那酒精管控什么管控酒精啊那酒精是啥啊 a substance 同学们啊我们还没有讲到悬挂结构啊啊讲完了悬挂结构你们就明白了啊a substance这肯定是一个名词的悬挂它指的就是这个酒精a substance啥意思啊看到了ANC结尾一定要判断它是一个名词 对吧那这个名词啊它表示物质的意思啊左边是什么啊限定词啊右侧啊like food啊like food 这是什么插入语啊就像食品一样的物质啊对不对啊of which怎么怎么样啊你不用管他后面看到了which of which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句子那肯定是什么啊 定语从句啊所以说啊你看左二右六啊又符合左二六元的结构啊对吧那核心名词后面 加上什么加上了一个加上了一个定语从句啊对不对啊那又符合左二六元的结构了吧啊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应该这个句子我们就应该非常非常清楚了啊反正就是一个条例啊被应用到酒精管控当中去了而酒精是什么酒精就是一种物质啊什么样物质啊就像食物一样的一个物质就没了啊那到底像食物一样的什么样物质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一下啊like food the food of which in moderate consumption leads to serious health problem对吧那 leads to啊就是in moderate啊表示的是呃表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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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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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理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不在中间,不合理了,对吧,这个天平,一会上一会下,这叫什么,这叫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或者叫做无节制的,无节制的干嘛,consumption,consumption表示的是摄入,就是无节制的摄入,leads to,导致未动词,未动词,serious health problem,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说同学们,这个句子明白了吗,就是有一些条例被应用到, 管理酒精上面去了,酒精是什么,酒精就是一个像食物一样的物质,过分摄入,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健康问题,对不对,那很多人是不是有这种暴饮暴食,就是那种肥胖症,对不对,酒精是不是有很多人是酒鬼,对吧,总之呢,食物跟酒精都一样的物质,它都是物质,这种物质干嘛,只要是过分摄入,就会引起健康问题,对吧,和食品一样,酒精是一种无节制的摄取,就会导致健康问题的物质,对不对,那所以说同学们, 后面啊,是不是围要着核心名字,substance,来展开了一个左二六原则这个结构,对不对,那,好了,所以说同学们,那,后边这个substance,整个啊,从substance这里一直到最后,就是一个名词性,呃,这个名词的,这样的一个选卦结构,啊,我们就会在下节课会给大家讲到,好吗,好了,同学们啊,所以说啊, 给大家去讲完了啊,这两个例子啊,就是左二六原则结构,能够迅速让你看懂长男剧,那左二六原则结构啊,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功能,就是可以把简单句,巧遍复杂句啊,这个其实啊,我也在,这个公开课的时候给大家去展示了啊, 那,那,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简单句,the monkey is killed by a man,啊,那个猴子被一个男的给杀了,非常典型的猪,喂,冰的被动女胎的结构,对吧,简单句啊,好了,那,我怎么样把它给变成一个长男剧啊,你看,啊,就是把左二,就是你把形容词和右六不可以删掉吗,你把形容词啊,和右六的成分,补到核心名词上面就不就得了吗,对吧,所有的同学们,那,我之前给大家去 讲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the monkey啊,核心名词,先找核心名词啊,对吧,你在写作当中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学查字啊,写完了之后,不要是什么什么命题啊,写一篇三百五十字的文章啊,然后你就开始很害怕了啊,因为你写完了一个一个句子啊,写完了一个句子之后啊,你就开始比较担心是不是字数上会,会满足不了啊,题目的要求,对吧,那,你学会了左二元的结构啊,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你可以找 你先找到名词啊,你写出了一个简单句,没关系,你先找到你写的这个句子当中的一个核心名词在哪里,然后补上左二和右六的成分就可以了,比如说啊,monkey和man都是名词,那我在monkey名词前面啊,因为有限定词了,我补上了一个fat形容词啊,是不是胖猴子,对吧,那个猴子啊,那个什么样的猴子啊,胖猴子啊,那我在后面啊,monkey后面还可以加啊,我再加上一个smoking sigar啊,那个正在抽着一只雪茄烟的胖猴子,对不对啊,诶,那sigar不也是一个核心名词啊,左边不就是啊,不就是限定词吧,那如果说在sigar后面,再写上一个什么,再写上一个啊,有六的成分,部分界定形同之一,对不对,那我就变成了一个左二元的原则啊,对吧,那我补上了一个定语重句,which is very popular in Cuba,因为雪茄在哪里比较流行啊,当然是古巴的雪茄最好,最流行,对不对,那, 所以说啊,那个猴子,那个胖猴子,那个正在抽着雪茄的胖猴子,那个正在抽着一只在古巴非常流行雪茄的胖猴子,对不对,那,那古巴做了在哪里啊,located in the south of America,啊,古巴啊,地点名词,后面再补上什么,过去分词的这样的一个短语,就叫什么,那,做了在南美古巴的非常流行雪茄的, 那个那个胖猴子,啊,就这么简单,啊,好了,补的差不多了,不要继续往下补了,因为,啊,这个句子啊,没有说的那么长呢,啊,就补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说话说,啊,差不多,差不多得了,啊,别,别过分追求啊,那种极致,啊,好了,killed is killed by a man,啊,那man 是不是,名词,啊,名词左边,啊,限定词,有了,补上一个crazy,啊,一个疯男人给杀了,啊,什么样的疯男人啊,drinking, talking too much alcohol,啊,喝,正在喝太多酒的那个疯男人给杀了,啊,所以这东西本啊,这就是,你看,把,找到了核心名词之后啊,两个核心名词,我再补上左二和右六的成分就可以了,对不对,那,那再来一个,好,有个公司呢,叫Chin Class,对吧,啊,叫秦克,对不对,啊,the company is Chin Class,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句子是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主戏表结构的简单句啊, 对吧,好了,主戏表结构的一个简单句啊,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呃,长男句呢,啊,先找核心名词啊,一个是company,一个是Chin Class,对不对,两个核心名词,那我补上左二和右六的成分,来,看我是怎么补的啊,那个公司,那个大公司啊,对吧,the company,the large company,啊,在哪儿的大公司啊,啊,我后面又补上了一个什么啊, 补上了一个,借词短语啊,啊,补上了一个借词短语啊,the large company in Beijing,啊,在北京的大公司啊,那个,在北京的大公司,对不对,啊,好了,那,in Beijing,借词短语啊,好了,后面啊,我又补了一个啊,我又补了一个啊,可以修饰company的啊,which has nearly one million students in China,啊,就是啊,那个啊,在北京的啊, 而且呢,拥有了差不多一百万学员,在中国啊,在,呃,我们把它系统呢,就是说,我们先整体的啊,按照字面来翻译一下啊,就是那个,在北京的啊,在中国啊,拥有差不多一百万学员的大公司,对吧,当然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什么啊,那个啊,做了在中国北京啊,拥有了接近差不多一百万学员的大公司,对吧,这样翻译就比较顺,顺了啊,然后 is ching class, ching class,是什么啊,名词,对不对,啊,请客啊,这个请客啊,就是那个,呃,坐落在中国北京啊,拥有了一百万学员的大公司啊,是请客啊,是什么样的请客呢,有了,呃,这个地方啊,我没有加,我没有加额外的这个形容词啊,但是呢,可以加啊,你们随便想加啊,就加,那我,我只是在后面啊,补上了一个什么,补上了一个, 分词短语啊,过去分词短语啊,过去分词短语啊,过去分词短语有什么,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对不对,啊,valued,被估值啊,被谁估值啊,被,被VC估值啊,VC是什么,VC是The Venture Capitalist,表示的是风险投资,啊,风险投资人啊,就是啊,呃,被这个VC啊,评估怎么样,over one billion dollars,啊,超过十亿的那个大公司啊,好了,同学们,补上,补完了之后啊, 啊,呃,被这个VC啊,估值超过十亿的青客啊,青客不就是那个大公司吗,对吧,好,同学们,那这个句子非常非常明显了吧,就是,那个,呃,那个坐落在中国北京啊,拥有了近百万学员的大公司是被风险投资人啊,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青客啊,就是这么补啊,就是这么补充的长男句,是不是非常非常漂亮,对吧,所以说同学们啊,讲到这里为止呢,你们应该非常非常 清楚了啊,就是如果说你掌握了左二幽六原则结构的话,你不仅可以看懂长男句啊,不仅能够啊,去看懂阅读,不仅能够啊,看到了一个长长的段落,你能够迅速的补充到啊,捕捉到这个中心思想啊,快速的看得懂文章,而且你还可以怎么样,你还可以把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个简单句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补上了左二啊,或者是右六的成分,把它变成一个长男句啊,这就是左二幽六原则的功能和作用啊,是不是非常非常清楚了啊,就是如果说你掌握了左二幽六原则结构的话,你不仅可以看懂 非常非常兴起啊,对吧,好了,有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技能啊,我相信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啊,应该啊,可以很快速的能看得懂 阅读,而且在写作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无论在写作还是这个口语当中啊,就是只要是进行输出的啊,你都可以用这个左二幽六原则啊,来在心里面去建造起一个长男句的,比较有逻辑的啊,这样的一个框架出来,好吗啊,好了,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啊,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啥啊,主要学的就是左二幽六原则结构啊,而左二幽六原则结构啊,二六法则结构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快速回顾一下啊,这个结构就是围绕着核心名词来展开的,左边可以跟两个成分啊,既可以跟限定词加形容词,两者都有,也可以只跟一个限定词,或者是也,或者是只跟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两者都没有都可以啊,但是呢,在核心名词的右侧可以跟六个成分, 所以说在这里你们要清楚啊,就是针对于英语的语句而言,一个名词后面可以跟六个成分啊,这六个成分分别是什么呢啊,不分解定形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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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这是你们能够掌握这个武功密集的心法要诀,知道吗,好了,同学们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Alright, you guys, have a fantastic 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